大家好,我是阿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剁椒鱼头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剁椒鱼头香辣开胃,非常的好吃 买回来的鱼头,我们先处理一下鱼头多鱼的鳞片 处理好的鱼鳞,我们把鱼头先开成两半 这样方便我们腌制,也比较好蒸一些 先把鱼头的内脏或筋膜都给它处理干净 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特别是鱼肚的黑膜 这个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 清洗干净的鱼头,我们放在菜板上 再用刀,把鱼头稍微砍一下方便入味 鱼背部我们给它打上花刀 鱼背我们也给它打上花刀 处理好的鱼,我们先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一点葱段,再撒上一点料酒 先给它腌制一下鱼头,去除里面的腥味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剁椒酱 我们先准备一个粒碗 加入四到五勺的剁椒酱 因为剁椒酱有点咸,我们要用清水给它稍微冲洗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剁椒鱼头才不会咸,也更加的好吃 清洗好的剁椒酱,我们先加到一个碗中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蒜末 切好的蒜末,我们也加到碗中 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气心 蒸香 半勺白砂糖 少许的鸡精和一点点盐 加入一勺豆腐 再用肉柔给呛香一下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融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的剁椒鱼头酱就调好了 这个时间我们的鱼头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把鱼头捞起来,我们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盘子中 再把我们刚才调好的剁椒酱汁浇到鱼头上面 均匀的给鱼头铺满剁椒酱 这样方便入味 接下来我们把鱼头放入锅中 开大火蒸个15分钟 如果我们买的鱼头大一点可以蒸时间长一些 确保鱼头一定要蒸熟了 15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可以用筷子擦一下鱼肉 如果可以轻松擦进去证明鱼头就熟了 蒸鱼的汤汁我们半米饭吃也是特别的香 这样一道美味的家常剁椒鱼头 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剁椒鱼头香辣开胃又好吃 你们赶快也在家里尝试一下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和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